那要认识这一位 不得了了 三明珠到底是谁 你可能不是很认识 但是跟他在一起的人就会觉得 我我我我 这样子的感觉 我是零废弃时装师 你敢讲这样吗 我们不敢对不对 是我们没有guards吗 不是我们就没有能力 可是他这主题 我是零废弃时装师 你们三个先请 慢慢走 好那这一个文宣是谁做的呢 这个文宣的文字 一定是谁 一定是我们明珠自己写 因为他本身也是人文正善美 所以文字他自己写 然后每边其实是我们台北的杜云恩 我们给他们两位掌声拍拍手好不好 好 我告诉你 他是谁 你来看这一个 你就认真看 一定要认真看 你就知道说 天哪这么厉害哦 是旧部新生命Storywear零废弃时装 他是詹明珠 是再生衣品牌Storywear的首席裁缝师 拥有44年的争执技术 凡美快旧部经过他的手 都能变身时尚 很多人是不喜欢把那个衣服重复穿出来在不同的场合 可是我觉得你只要花一点心思 不同也可以变成不同的造型出来 由于制衣布料都来自二手牛子衣裤 所以事前的这道工就很耗时费力 我们如果拆牛仔裤 碰到很难拆的真的很伤脑筋 刀片拆牛仔裤就真的很重本 因为一盒刀片比他八九十块 然后这一片呢 拆不到一条牛仔裤 他就顿了 先拆 再拼 经验再老到 他也坦言这工作实在烧脑 每块回修布料 从质感厚度到颜色不尽相同 做衣服如同玩拼图 还要考虑配色 于是半天就能完成的手工西装 在他这里得花上三天 那我要找 它的质感比较相似的 然后颜色配起来不会觉得乱七八糟 又要显得干净 看一下哦 毕书镜耶 哇 毕书镜的设计发表 真明珠做的套装 穿在歌手毕书镜身上 成为秀场的压轴 以牛仔布搭配银布拼接成的套装 近看毫无积蓄 远望却自成格局 而另一套条纹外套 是从多条牛仔裤取下铺头 再重工缝制 凸显各种牛子蓝的立体层次 整件我们要拆多少牛仔裤 这是每一条裤头 22条的裤头 每一条裤头 你看我们都拆得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把它拼接起来 尽管每件衣服都能量产 却因为来自二手布料 造就出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 占明珠用老僵尸的态度 作准最新潮的设计 64岁的她其实是裁缝退休后二度就业 不为赚钱 只为成全一个信仰 动一点小巧思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衣服 有不同的穿法 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的东西 那你丢掉真的是制造太多太多热水 高纸毕业 占明珠就到时装店当学徒 论起技术是人人口舟 烙天野赏饭时的新闻 然而她也感慨 只感细腻的 好我们画面继续让她小萤幕跑着 然后让我们热烈掌声响起 我们的今天的 我是林飞气时装师的 三明珠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因为之前 江刚师姐你们两个不好意思 你们不用讲话没关系 可以拿下来 因为现在口罩令其实是OK的 其实大家在看那个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很赞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每一周去安排 那有很多组的讲师 所以我就会去特别去注意到 其实在慈祭里面 卧虎长龙 他就是老将师 可是超新潮的 我们能做出一个什么 或拿一个什么东西 毕书镜会给我们穿在身上吗 不会的 但是他就有能力 让这些闪亮亮的巨蟹 然后是压走 穿着他做的衣服 怪不得上次 但是他跟江干师姐来的时候 他不想着在访问什么 他只有三分钟可以讲 他就突然跟我讲 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他说 这个东西你要我做什么 我马上可以做出来 是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他不是说大话 原来你要做带子做什么 这个对他来讲 就是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而且做出来都是非常有巧思的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对大家很陌生 这个人物对大家也不熟悉 你说是这样子 他能不能讲 他超能讲的 所以如果你回到近视近视 他回到近视近视 你说他会去做什么 一仿间啊 所以咯 在慈祭里 我虎藏龙 今天要介绍这位大菩萨 就是自信 更显风采 然后有一把造功夫的 三明珠师姐 今天自己带亲友团 江干师姐 还有呢 我们宴间师姐 陪她来到这边 所以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 我们请回座 然后 好 感恩 那遥控比OK可以 好 来 简报会在前方 来 我是林飞气 时装师 张明珠再次热烈掌声 谢谢 张明珠 谢谢 亲爱的上人 有 有 有 亲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还有高雄的法庭 线上的书友们大家好 好 我是张明珠 我是来自台北万华区的世界 然后我加入慈祭 我是24年前那个土耳其地震进入慈祭的 所以在921前一个月 然后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就是因为美云师姐的盛情 因为我们去年6月下旬 来推了一本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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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跟江甘师姐是书中的主人翁 然后我们跟美云老师来推我们这一本 我们的孩子我们来教我们来修 我是26个作者之一 然后那时候这本书出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直就是佩师傅第一个帮我们志工找会上推广这本书 然后那个月刊的梓豪师兄也在 也在志工找会上推广这本书 所以美云师姐邀我们来介绍这一本书 然后我总共才隔不到8个月我又来了 然后因为去年 其实我原来已经半退休了 到明年就应该可以领那个老人年金了 然后就是剩下时间在家里没事的话就做一些 我其实是后来一直是定做女装出来的 40多年来我一直是女装定做 然后后来定做比较没落以后 我们就走那个修改路线 到百货公司去改衣服 所以我应该是改的还小有一点点名气 然后后来因为到疫情开始之后 其实我们渐渐其实已经都半退休状态 然后就在家里接一些个人设计师的那个样品 所以我的衣服其实已经走上伦敦时装周的舞台去了 因为那个台湾出去的那年轻人在英国创业 然后英国因为人力成本很贵 所以他们宁愿寄回来请我们做 所以已经走上那个时装周的舞台上面去 那这几年他们也很辛苦 大概年轻人有好几个都撑不下去 那我的老板是那个陈冠百小姐 他是我们慈祭的那个热青年有播他 有介绍他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理念还很好 而且因为台湾每天丢弃的衣服 至少每一分钟有四百多件被丢弃 每一分钟哦 所以然后你看像现在全球 全球还有那个1.7亿以上的那个小朋友 在服装在时尚产业里面做同工 因为有很多工厂像那个像他们土耳其 那个叙利亚那边 对那边大人是不可以打工 他们只收小孩子 所以他们那个同工去做黑工的那个小朋友 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每年你看我们那个丢弃 光我们那个回收站 回收的衣服就非常非常地多 非常地不得了 那我们那个冠百小姐呢 她因为去 因为她是我们传统之前 我不知道以前如果大家有穿女装时尚 在台湾庆百服饰有听过 应该蛮多人有听过 他们在台湾事业做得很好 然后她一直想说 她是到英国留学以后才接触到永续时尚 然后觉得其实在亚洲这边 还很少人在推广永续的概念 那其实她刚在台湾创这个业 非常非常地辛苦 所以我在我们那个大爱台 那个热青年看到以后 有一天我去迪化绝去永乐市场 买部去逛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 那个 她的那个零废气市场在四楼有一个柜位 那我就上去看 然后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小姐在那边 柜位在那边助手 然后我就说 那我可以跟你老板联络吗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来帮忙做这一个 她就说OK啊 然后我们就马上跟冠百联络 她就说你把你 请你把你做的东西传给我看一下 我说你要看什么 看衣服看包包看什么都可以 我都OK啦 我只要想要需要用得到的 然后想要就是配合需要用到的 的那个包包啊什么款式 我都可以做出来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那我们来约见面 我们就有那个 那本来我是三年多 我一直是在家里接她接工作 到去年 到去年的时候 她事业其实正需要起飞 正需要往上走的时候 然后她又参加台北时装周 台北时装周 因为她这两三年每年都有参加 那前年她的台北时装周 她时装周的衣服赶不及 她那个最后组绣的衣服到 要上场前两天才到我家去赶 我才把它赶出来 然后我说你这样子也不是办法 然后后来她就说那不然我那个 永乐市场那边空着 那你可不可以来这边上班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想全职 因为我每个月留一个礼拜 留四分之一做志工 然后她就说OK啊那我们来谈 然后就谈一谈 我就一个礼拜 一个月就15天到永乐市场去帮她赶 所以刚刚那个服装秀 很大部分的衣服就是从我手上出来的 你知道那个毕书记那一件做了三四天 那一件我们两万八其实还没什么利润 然后那些用料也被我用的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就是也已经绝版了 这个是大爱台那一天要来采访的时候 那个记者那一天 我们是9月22号在W Hotel 办时装秀 因为那个台北时装州 它有每一家公司 你可以自己找配合的地点做时装秀 然后我们在W Hotel W Hotel 那个总经理是一个法国人 这个是在W Hotel 的大厅 然后他那个法国人 因为我还特别去公司 去总经理办公室帮他量身 他是一个法国人 我一进去我下大了 他快200公分嘛 我说我量得到吗 他非常的高大 然后他就是左手边这一个 他逢人就介绍 他带那个法国朋友来看我们时装秀的时候 他就跟人家介绍说他的衣服是我做的 然后旁边那个日本的模特儿 他也是来台湾发展很久 十多年的 他前年的秀服跟今年的秀服都是我做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公司 戴紫色口罩那个就是我的老板 他其实跟我女儿一样大而已 然后我每次叫他老板 他就说你叫我名字就好 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要叫他老板 我说这样子才有区分 然后因为他这里在松烟旗舰店 开了一个专柜 那开幕的时候他就叫我去 现场给客人试衣服 然后给他们凉衣服 因为那一天有开放客人他们戴自己的牛仔裤 然后来配合我们的设计 然后看他要做哪一件 然后我们就差不多一个月以内做给他这样子 让他定做 其实我们很难去接为定做 因为我们的衣服真的很难做 也没有办法大量生产 那因为每一件拆裤子 尤其现在拆裤子是一个很 你看我们真的是零废气 因为我们所有口袋都可以用 然后那个拆下来的布边一条一条的 不管什么部分剪下来剩下的 我们也都可以用 这个就是拼接 第一次刚开始拼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设计师在想什么 然后我每次都跟我们同事说 设计师的脑筋不是我们凡夫可以理解的 然后我们就边做边想边做 这件衣服我本来是 第一件的时候做了将近一个礼拜 然后到第二件第三件的时候 我大概三天就完成 整个速度快很多 然后旁边那一件你看我们也是很用心 那个有花纹的部分 其实是工厂的库存 工厂的库存有比较大块的 我们也会拿来配合 然后那个口袋我们都会把它贴到淋漓尽似 我没有拍特写 我们把那个裤子的口袋做到袖口来 我们都开玩笑说 袖子上还可以放手机 我们还会教客人说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袖子上都很方便 然后身上有很多口袋 可以藏私房钱 这个就是我们回京社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回京社衣房间 然后我都跟佩师傅说 你都不知道我的那个户口是挂在衣房间吗 我甚至打总机 我只要说我是衣房间明珠师傅都知道 然后那个就是养师傅 养师傅现在身体健康比较不好 然后我只要每次我回去 我只要一进到京社 就会有师傅说 快点快点 现在那个养师傅 再醒来在那边教读书 你赶快去看他 赶快去问候 所以我就会赶快进去问候他 然后他有时候会忘记谁是谁 然后我进去 我就问他说 养师傅我是谁 他说 你就是那个养师傅的欧巴桑 因为我在金社 在衣房间已经进出二十多年 然后他们 因为我师兄没有出来 所以我都叫他欧尼桑 所以养师傅都叫我欧巴桑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金社 他一个师傅的衣服补到有多港湖 我们其实像慈师傅那一本 慈师傅那一本叫做 纪念慈师傅那一本 也有收录我一些 一小小一篇 就是我如何去补那个慈师傅 一件三十多年的那个中卦 因为慈师傅很直辈 然后他那个衣服穿三十多年 那因为我们金社 我们金社为什么会叫做永续时尚 那时候也是师傅提醒我的 其实我们永续时尚的那个提倡 就是穿那个自然纤维 棉麻毛那些自然纤维的衣服 那金社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棉的麻的这样子 那他们衣服洗到后来 其实都只剩下那些那个线条 那个纤维都已经洗到很薄了 那每年就这样子补补补补 那有一年有一回慈师傅就说他穿那一件 他说你也知道老人家很怕热 然后到台北更热 那衣服洗得越久就是已经那个纤维都没了 所以那个比较凉 可是因为他不同年代补的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补衣服 以为说把它车 车的密密麻麻的车的硬邦邦的 叫做补的比较功夫 其实那个不叫做功夫 那个不会比较耐用 而且也不好看 那所以那一件 慈师傅那件中挂 我大大小小的大概 帮他拆了三十几个洞 我所有洞 然后不管他车的像这样车到密密麻麻 硬邦邦的 我全部通通把它拆干净 然后用同一块布去把它补起来 补好的时候 是因为是一位年轻的师傅 帮他拿来给我补的 然后那个他就去跟慈师傅说 你不去跟明珠说 睡着一下 慈师傅就还专程跑到衣房间来跟我道感 我就说慈师傅不用这样子 我们回来就是为了要帮佩师傅一点点忙 然后就是帮大家补一点衣服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你补成这样子改成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再穿出门了 因为不然每一块补丁都不同颜色不同大小 很难看 他说到台北有师姐 看想说师傅都没有衣服穿 去买了一堆布要给师傅 他说这样子不行 这样我们没有接受供养 这样回去会被上人马 然后其实像那个 这是最后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在金色 像今年过年初一我回去的时候 像那个全师傅就是负责在整理大壮用的备单 枕头套那些 然后他忽然跟我讲说 我有一个床垫套 床垫套 因为有师兄有时候如果身体不好的 需要一个比较厚的床垫 然后他说我那个床垫套 有一半是三年前 三年前捡到的 他是从环保站捡回来的 然后我等了三年多 今年刚刚好又捡到另外一半 你可以把我凑成一件吗 然后因为那个是成一厂 那个工厂出来的 然后车的真的是哩哩啦啦 因为我两边拉链 想办法把拉链拉起来的时候 两边落差差不多10公分 就是有一条拉链 他已经车到轎沟10公分 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一边的拉链整个拆掉 然后整个从车 后来整个就是整条床垫套 整条拉链拉起来的时候 它是整个是平的 师傅就说好感恩喔 这样我就又多一条那个床垫 多一条套子可以用 就是你在觉得师傅他们的喜福爱物的精神 会让我们很感动 所以你说我自己做衣服做了40多年 我敢要很时尚嘛不敢 我这件衣服是8年前做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我很少很少去买衣服 因为我们会做衣服的人 买现成的衣服会撞衫 那我受不了 最怕撞衫 没有撞衫的那个 然后我们有很多料子 其实现在我们环保站 有很多人知道我们自己在做衣服 回收的料子会送给我们 所以我有用不完的布料 其实像我今天穿来的背心 好 可以拿出来 可以拿出来 那个 那个燕先帮他拿出来 对 背心 这个 这个标准零废器做的 这个 这个就是做 我们做长裤剩下一点点料子 不够嘛 就加牛仔布加下去 然后呢 变胖了呢 就加宽 然后连这个礼布呢 全部都是环保站回收回来的 这个非常的暖 又非常的好穿 但是这个一件都可以穿很久很久 所以我们之前 我们就说 其实我是前天 前天才去参加一个喜宴回来 然后 我们就开玩笑说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动力 为自己做新衣服 所以 今天要来 从那个美云师姐跟我讲 问我能确定你能不能来 其实 我今天的服装 其实白转千回 大概跑过一百个设计都有 问题是想说 我们自己在推广零废弃 我们没有资格 为了一件事情 一个场合 做一套新衣服 所以 我前天去喝喜酒 我也没有做新衣服 然后 我今天要来 我就想说 我这件八年前穿的 我应该还可以穿 是 就觉得 永续的路上 没有人是可以例外的 因为 我们现在公司要准备开二店 所以 我们在想说 我就建议老板说 其实我们可以为很多人 整理衣柜 大家衣柜里面 应该有塞不完的衣服 就是有很多很多衣服 那其实以前的料子 以前的布料 一定不会比现在的差 但是你可以想个办法 让它重新 就算穿不下 你看金色师傅 他们的衣服 他们已经破到很 整件已经破到 已经真的没有办法穿的时候 师傅还是会留下来 总有一块可以拿来补 后面的其他衣服 所以我们也都是这样子 很节省的这样子 一直很认真的把它节省下来 所以 我们是觉得说 我们没有 没有资格再浪费 因为这个地球 时尚业是全世界全球 第二大污染的产业 那因为非常非常的污染 其实光一条牛仔裤 一条牛仔裤的完成 就要用八千公升的那个水 你看它耗费的资源有多少 那所以我们 所以我就想说 支持年轻人 让他把这个观念 带给社会 然后把这个事业创起来 让很多人 其实我们是算社会企业 有老麻妈妈 有一些单亲家庭的妈妈 他们不见得能够可以做很精致 但是我们都会慢慢教慢慢带 让他们也都有一份生存的一个机会 那我觉得 是 可以 然后请两位陪伴者 来 也一起来 那个衣服也一起来 江刚师姐来 他们突然发现 你提早讲完 他们很紧张 就说请准备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觉得眼睛快亮 亮散了这样 其实它就是首席耶 然后 我可以就见你 你今天可以看 你看这八年前到现在还是时尚 而且走在路上 没有人敢撞他的山 这比较厉 绝对不会撞山 然后里面全 两面穿 里布 然后回收的 你自己有麦克风 你可以讲 这回收的 你他加上这个就会变得很时尚 你就想到必输竟都穿压轴了 那我们还能怎样 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 那在这边我们的目的 他在美国就会在北加 然后大陆就会在北京 现在在台北 时尽说 看来这些衣服真的可以穿永续 可以穿三代 所以 而且可以伸缩 时尽下个礼拜就跟他会合 下个礼拜 对他就会跟他会合一下 好 这一个好朋友 谢谢你用英文写 他第一次我看到这个 Fan Reno 我不晓得你是哪边的 Ringo 你是哪边的家人 他赞美你 他说 Sister Minjoo whose design is incredible She turns the unused clothes to the treasure This is very meaningful that there is zero waste of clothes 他意思就是说 他把很多废弃的东西 然后变成了宝藏 同时是完全零废弃 他要为他献上最敬礼 无法想像incredible 所以我们热烈掌声 再次响起 不知道了 然后我们的Sandy Chir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这个人的留言 他说 民族师姐你太棒了 化腐朽为神奇 太佩服你感恩万分 那我们的 昆山的周末会说 永续设计团队 零废弃 设计 哇 有您真好 时经又说 环保的工作是永续的 我们地球人都是不是局外 跟民族师姐学习 但是说真的 大爱感恩的衣服要买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一个回收应用 而且可以共散的 我自从退休以后 完全几乎没有买过衣服 但是退休的衣服 还摆在那边 但是现在一整櫃 都是大爱感恩的 除了我们的三衣 就是我们持继自己的衣服之外 好 所以这边 我们的余婷说 民族师姐手艺太精湛 将回收衣服 要升为时尚精品 泰国的锦书说 感恩民族师姐见证分享 金色师傅的永续时尚 持继中门的永恒的精神支柱 慈悲克勤克简彻底细寸 弘法立身 哇 花莲文带说 感恩民族师姐的分享 不只是文笔 你认识吗 要不认识 文带你要多写几篇 好 不只是文笔好 手艺加更棒的是 创意无限 零废弃再利用 环保回收再达 这样的达人 所以呢 这实践说明师傅詹明珠 他叫你师傅耶 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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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乎跟塞乎不一樣 对 辛辛恋恋在生活中 一定要有志工的使命 所以他同时间就说 说好了喔 我不能全职喔 我要留多少 四分之一 就是到去做志工 而且多数的时间 他的联络地址是 金师金色一房间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喔 好 这里好多的一个回响 我们会让您看见 但是跟你 燕仙你之前没有来过 没讲过话 两分钟两分钟 短短时间 好 来 请说这位菩萨 嘿嘿嘿 好来 请说 我也放一下影片 团队可以用小萤幕 看影片 来请说 真的很感恩 在那个 因为 科普班的姻缘 然后认识了明珠 明珠师姐 这一段时间来真的 让我慢慢在了解他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文笔也好 嘿 然后再没想到说 我今天真的很仔细的在听 他在采访 那个逢任这方面 真的是这么的厉害 我真的很敬佩他 你太厉害了 真的真的 你之前不知道喔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我只知道说 他在逢任这边很认真 然后在金色 嘿 都在帮那个师傅 他们做一些 那个衣服啦 是 补救这方面的 没想到说 今天哇时尚咧 对 时尚 走上时尚 我跟你讲 他讲到这个时尚 我们昨天就是我们的秋玉师姐 然后有一篇报导 你知道我们去不是走上那个街头 沐心沐爱吗 他们遇到谁 任拔 任拔是谁 你知道吗 任家宣 就是那个 Selina Selina 她爸爸 Selina的妈是我的高中经济学老师 Selina 就是遇到他们夫妻 结果他们跟名人在一起 完全不认得人家 人家来做什么 响应耶 慕心慕爱 然后那个阿敏师姐很可爱 但我不晓得看他爸怎么看 就是反正 他们已经同住在那个大楼 其实是什么样 三年了 然后不晓得彼此是邻居 所以因为 大爱共上救把苦 那他们来响应 那一样咯 江甘师姐呢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不知道他会 但是不知道他 这么会 有没有大家就散亮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真的对每一个人 都要抱持长不清 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像我要检讨一下的 我就随时都要处在一个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就是做的很有限 常常被发现 生个人很抱歉的那个人 我其实做的很有限 而且我也只有 我也只有在台上会而已 在台下我就有点像白痴一样 很多是我都不会的 对不起 拿针线的事情 这怎么算的事情是 我们家师兄的事 我真不会 我只能把他丢过去 我真是不会 所以在这样的当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领域 你看今天的分享 我们才知道 哇 慈师傅这样一件这样的衣服 穿了三十几年 还在永续 还在时尚当中 可是到明珠师姐这边的时候 就是让他更加的明亮 好 我们的已经在提醒我 所以最后你讲一下 来 麦克风要打开 有有有 有打开 我们敬爱的家人 以及线上的家人 大家午安了 差不多了 那我也是来自旺华区 我跟明珠是同一个区 那我们其实是在金社认识 其实在社区我是不认识他 那因为刚好有一个英勇回到金社 他住了大概有快十个月 所以他常常回去我才认识他 那一聊才知道是我们万华区的师姐 那因为有这样的姻缘 我想说他跟我分享 我就说就陪着他来 也一起来参加我们现场的读书会 因为我本身也有在连线听 只要没有请勿的话 那因为这样的姻缘 我来到了我们高雄近视堂的读书会 也常来啦 之前也常来 因为近视生活也认识了明寅师姐 因为他也是队府长 我们都有一起互动 南北同心 不分心 那今天来到现场 感觉临场感更好 因为在线上我们看不到现场的氛围 但是今天来看到这么多的读书会的 我们的家人这么用心 你看有这些菩萨愿意一起来聆听 来共享我们这样的一个读书会 我也会常常也会再邀我们的各家 各家人一起来参与 很感恩 那我们明珠师姐 我今天才知道他这么的优秀 原来你看 我们在社区我都不知道他这么优秀 所以你看我们词记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素人 所以我们要一直去挖掘 所以今天的寄星登场能量昂扬 有没有让大家觉得 我我是灵废器设计师 谁 张明珠 再次热烈掌声感恩 感恩 这里的鱼汝 她说整体衣柜的概念真的很赞 之前在YT看过 有年轻人把阿嬷裙改了一下尺寸 穿起来非常的好看 旧衣新穿零浪费也保留了满满的回忆 明珠师姐的分享超精彩 地球永续感恩您 好继续写继续写 所以不要这个心态区的Appoline 她说感恩明珠师姐 巧思巧手爱地球无限的感恩 我们需要很多人为彼此来加油打气 那现在我们回到的是 我们十经文经大爱之音 所以各位下个礼拜跟下下个礼拜 十经文经